花蓮縣政府持續辦理109年度的春季寄貼祈福活動 7號是來到了鳳林和壽峰 包括鳳林有5座公廟 壽峰有4座公廟參拜祈福 縣府局處首長多人也陪同縣長徐正衛 全程敬拜祈求上昌庇佑 希望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可以趕快緩止 保佑大家平安 花蓮縣府6日期辦理109年度春季淨天祈福活動 6日上午至下午前往新城相宇 與花蓮市共23座公廟 7日上午則前往鳳林鎮宇收芳香9座公廟參拜祈福 花蓮縣府局處首長多人陪同花蓮縣長 前程禮敬眾神明 祈求喪昌庇佑花蓮縣靖安靖 百姓安居樂業 縣府一行人遵循古禮參香祈福 依序敬縣清香鮮花素果等 並以三貴十二叩首禮前程禮拜 祈求四方眾神庇佑花蓮縣靖和靖平安 並祈願危害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早日更絕 忽悠天下昌生安康無災 鉴於疫情期間 所到之處 縣長與拱守方式向鄉親回應 也懇請各宮廟主委 防疫期間做好各項防疫工作 消毒周邊環境等 7日的寺廟參拜祈福 首先上午9點在鳳林鎮長桥一鳴庭參拜 借著前往收天宮 天地宮 武聖宮 碧雲寺 以及受奉鑲的順明宮 碧蓮寺 國聖廟 以及回蘭國姓廟 記者長邦彦大華蓮報導 無論如何